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中共军委一号军令为何迟迟被发布 新华社长文意外泄密 大陆多地传出公务员降薪 甚至发不出工资的消息 按照中共惯例 新一年的一号军令 一般就是命令开启当年的军事训练 这是中共领导人对内展示军权的一种方式 并按需要对外展示某种姿态 前两年的一号军令都是在当年的1月4日发布的 但今年元旦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 一号军令始终没有发布出来 打破了近年来的惯例 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呢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显然中共内部发生了某种外界难以觉察的重大变化 同时也有外部环境的变化 军事评论员沈舟在大纪元撰文表示 中共高层和军委高层对于是否备战打仗的态度 变得越来越模糊 二十大后 去年11月8日 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态度鲜明 他表示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 去年11月底 中国突然爆发了白纸革命 中共若对台开战 最担心的应该是内部趁机造反倒戈 中共政权可能迅速垮掉 所以中共对台开战的调门越来越降低了 去年12月12日 中共举办纪念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座谈会 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讲话时称 要聚焦服务 练兵备战 他只提到了备战 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到打仗 1月13日 何卫东参加中央军委纪委扩达会议 提到实现建军100年奔斗目标 他既没提到打仗 也没提到备战 中共军委的一号军令迟迟没有发布 除了国内的原因外 也和当前国际上的形势有关 继去年美欧对中共发出一系列强烈对抗脱钩信号后 进入2023年以来 美欧英日几乎同时再度建制中共 10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 成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简称对中共委员会 应对美中之间的棘手挑战 同日 欧盟和北约签署了俄乌冲突后 首个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矛头虽然直指俄罗斯 但声明中称 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和政策 导致我们需要应对其挑战 美欧的加码还没有让北京高层喘口气 又传来了英日与美日签署 针对中共的协议的消息 11日 英国首相苏奈克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扩大防务合作协议 允许两国政府在对方领土上部署部队 很明显 双方协议针对的正是中共 同样 在11日 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举行的 外交与国防部长2加2会谈上 确认双方将加强军事合作 沈州表示 中共曾号称在朝鲜战争与美军打成平手 主要因为美军只想守住三八线 中共若在台海开战 美军和联军不会只守台海中线 中共更担心美军和联军 扳机的深度和广度 曾担任东部战区主观的何卫东 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如今成了军委副主席 估计对习近平说了实话 中共军队可以在台海摆出姿态 但无法在台海取胜 中共军队在台海失败 会导致中共领导人很快失去权力 无论党内的斗争 军队的便捷 还是老百姓的大规模抗议 都可能导致中共土崩瓦解 中共军委一号军令出蹊跷的背后 折射出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 打仗不可行 备战可能也没钱 甚至没人了 更多苦恼的是 正困扰着中共领导人 所以一号军令只好先放一边了 过去三年 北京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控制 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 前所未有的程度 12月初 清零政策却一夜之间宣布结束 中共官媒新华社8日刊发一篇 关于疫情政策调整的长文 无意中泄露并承认了疫情清零政策的失败 让外界洞察出中共转变政策的原因 新华社在一篇题为 我国因时因事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纪实一文中称 去年10月 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 2022年11月10日 深秋的北京 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 在中南海召开 中共最高领导圈子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20条优化措施 向国内和国际上发出了一个信号 中国要开始开放了 英美旁观者解读说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中共政府承认了放松清零的真正原因 清零政策控制不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 从官方叙述中可以看出 中共当局对奥密克戎无能为力 除了因为控制不住病毒 党媒的文章也隐晦承认了白纸革命 也促使当局快速解封 文中写道 14亿多人口的中国 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 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 2022年11月下旬 一群群众反映部分地区静默管理 层层加码等防控问题 引起高度关注 尽管文章没有直接点明问题是什么 但文中提到的民众反映的问题 应该是指11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大火 随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引发的白纸运动浪潮 知情人士告诉华日 中共防控疫情的努力似乎越来越徒劳 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 于是习近平决定放弃动态清零政策 英美旁观者说 中共显然尽量低估11月白纸运动的影响 而新华社的长文表明 白纸运动促使清零政策提早结束 虽然北京嘴巴上没承认失败 但这跟它承认是一回事 当疫情感染率上升到一定程度 甚至也可以突破一个专制政权的极限 经历三年防疫后 中共地方政府传出匠心 发不出工资的消息 日前 山东省济南市张秋文旅局官微 发文嘲讽本单位 成为降工资领头羊 引发关注 官方微博张秋旅游局突然发文 特大喜讯 热烈庆祝张秋文旅局成为张秋降工资的领头羊 虽然涨工资的事从来没有 但是降工资这事绝对要冲在第一线 可喜可贺 这条博文引发网友关注 但第二天就被删除 媒体人石板明夫在脸书中表示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是 中国各地的公务人员减薪问题 引发的矛盾已经激化 第二是 中国的基层官员已经开始摆明躺平 不像过去那么负责任了 其实 经过这几年中国政府实行的动态清零政策 地方政府应中央要求把大多数的资金都投到毫无经济效果的核酸检测上面去了 中国各地公务员被减薪 甚至拿不到薪水的现象 已经相当严重 例如今年夏天就传出 辽宁省公立医院已经五个月没发薪水 浙江省与上海市等地相继发布公告称 公务员减薪达三成 最近还有消息说 在几年前 每个月加上奖金能领2万人民币左右的公务员 现在已经降到了月薪5000左右 比每个月要还的房贷还要少了 大家都期待疫情赶紧过去 薪水能够涨回去 但是根据各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 薪水灰调可能性微乎其微 拿不到薪水的公务员们 自然不会努力做事 石板明夫表示 战略作家范仇先生 前不久出了一本书 叫后中共的中国 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 当中国80%以上的地方政府 同时出现财政亏空 并且中央无力救济 状况持续两年 号令不出中南海 就能称为后中共了 看到今天中国各地的减薪潮 说不定中国的后中共时代很快就要到了 13日 一名广东的微博大V发文披露 深圳公务员已连续降薪两年 现在又被要求退还2020年到2023年的部分 绩效奖金和考核奖 这样一来 深圳公务员的收入已降至2019年的一半左右 博文还说 连深圳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都在大幅降薪 其他高负债城市公务员的待遇可想而知 中共混乱的经济政策 再加上三年封城 导致经济不断下滑 地方政府入不敷出 最近 贵州遵义家国企与银行达成的债务展期协议引起关注 遵义稻桥集团 这家国企有156亿元的债务即将到期 它与银行达成了20年展期协议 舆论关注的不只是债务的金额 更在于展期协议的条款 协议称 展期期限为20年 前10年只还利息 后10年还利息和本金 利息从原来的3%提高至4.5% 网友们称 这个协议让人看到了什么叫欠钱的十大爷 到期的巨额债务 还不了就延期 一延就是20年 而前10年还不用还本金 至于20年到期如果还不了 银行又能咋样 这是一份典型的成头债操作 成头债是一种城市投资的债务 实际上就是一种地方融资的平台 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 获得的贷款 成头债是隐形债务 贷款还不了就展期 银行账面上也没有呆账的记录 目前成头债已经高达65万亿人民币 随着疫情的放开 中国政府急于恢复经济 为了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地方政府正在通过举债 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 目前已经有18个地方政府表示 他们会在今年第一季度发行新债券 1万多亿元 中国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国地方财政全面亏损 就发行债券 这就等于是将民众的存款 通过融资平台 转为当年的财政收入 这将留下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为31个省都没有能力还钱 最后只能赖在央行头上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 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